生命不息,观影不止,欢迎收看宁威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由车太贤和全智贤主演 经典韩国爱情喜剧电影《我的野蛮女友》 男主千牛是一个机械专业的大学生 这一日正在和同学喝酒聊天 妈妈打来电话,让千牛去看望自己的姑姑 因为姑姑的儿子刚刚去世了 酒局结束,千牛搭地铁回家途中 看到了九岁女孩宋明希 摇摇晃晃,十分危险 千牛上前将陌生女孩一把拉了回来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故事就这样展开了 在地铁上,宋明希严厉呵斥了不让坐的年轻人 并给了年轻人一巴掌 可以看出来,宋明希十分野蛮 年轻人没有办法,极不情愿地走开了 由于宋明希不胜酒力 直接吐到了老头头上,尴尬至极 对着千牛说了声亲爱的,直接昏倒在车厢里 本来是两个陌生人,就因为这一句话 千牛只好对宋明希负责 将宋明希背出了地铁站,扔在了椅子上 可千牛不放心宋明希 返回来将宋明希背出了地铁站 由于宋明希酒醉不醒 千牛只好将她背进了旅馆 可不巧的是,警察查房 直接将千牛制服 就因为这样一个好心的行为而蹲了一夜牢房 招谁惹谁了 随后,宋明希找到了千牛 好事解释了一番 宋明希才勉强相信 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宋明希哭诉说昨天和自己男友分手了 酒刚喝到第三杯 又一次酒醉不醒 宋明希外号三杯倒 只好再一次将宋明希背到了旅馆 用心照顾了宋明希一晚上 看着熟睡的宋明希 千牛心理决定要治愈宋明希内心的伤痛 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宋明希甚至都跑到课堂上来找千牛 两个人去游乐园玩 宋明希逼着千牛看着自己写的剧本 不过剧情很是一般 只能捏着鼻子往里看 千牛收到了宋明希的电子邮件 说自己要过生日了 千牛决定带宋明希去主题公园 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没想到刚翻桥跳进公园 就被一个逃亡的士兵劫持 此时大部队也赶到了公园 来抓捕这名逃亡的士兵 逃亡士兵哭诉自己的女友背叛了自己 自己逃出来就是要杀了女友 逃亡士兵决定放了宋明希 刚出去就看到了大批已经埋伏好的士兵 千牛带着逃亡士兵从后方逃走 没想到大灯打开 埋伏好的士兵发现了他们二人 逃亡士兵狗急跳墙 千牛成为了人质 正在这危险时刻 宋明希倾身而出 开导逃亡士兵说 如果真的没有爱了 再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早要继续努力的活下去 逃亡士兵被宋明希的话打动 直接放了千牛 千牛跑过去 一把抱住了宋明希 天空里花绽放 没想到得到的又是一个大嘴巴 就因为千牛说错了话 这样的野蛮女友谁能受得了 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 两个人坐地铁的时候 小男孩在地上画了一道线 还被宋明希训斥了一番 两个人打走 猜想路过的人是左脚还是右脚 先踏过线 捕住就是一个脑瓜崩 第一次千牛赢了 很是给了宋明希一个大脑瓜崩 没想到的是 一队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走了过来 千牛经过精确计算 自己肯定赢了 正在高兴之余 突然变换了步伐 宋明希在车厢里拿起了大嘴巴 在场的人都为这一幕吓坏了 心想这么野蛮的女友 真是天下极品 两个人逛街的时候 宋明希穿的高跟鞋脚很累 逼迫千牛和自己换鞋子穿 千牛穿着高跟鞋 和宋明希走在街上 很是搞笑 但千牛都没有一句怨言 千牛见到了宋明希家长 对千牛十分不满意 逼迫宋明希以后不许再见千牛 从那以后 很久都没有接到宋明希的电话 突然有一天 宋明希给千牛去了电话 询问她女人什么时候最美 千牛说女人弹卡龙的时候最美 宋明希邀请千牛 去看自己的钢琴表演 台上的钢琴响起 正是卡龙 千牛补起勇气 手持玫瑰花走上台前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千牛再一次见到了宋明希的父母 明确告诉了千牛 以后不要再见宋明希了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千牛和一个美女的酒吧约会 宋明希要千牛马上来见她 可千牛去尾声间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自己的约会对象 吓得千牛马上逃离了现场 见到了宋明希 原来宋明希正在相亲 趁宋明希不在的时候 千牛告诉面前这个男人 和宋明希在一起 一定要遵循十条规则 随后离开了 宋明希哭了 跑出去追寻千牛 可已经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一路疯狂的跑到了地铁站 千牛听到了宋明希 在广播室的寻人启示 来到了广播室 见到了宋明希 二人拥抱在了一起 看来真正相爱的两个人 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 但是得到的还是一个大嘴巴 两个人来到了野外 宋明希哭着大声 对对面山头上的千牛说 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自己没有办法 一声声的对不起 喊出了内心的不舍与无奈 同时自己也没有勇气 直面千牛说出这番话 两个人把自己最想和对方说的话 放在了时间盒子里 并埋在了树下 约定好两年后的今天 再来打开它 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 时间过得好快 一晃两年就过去了 千牛来到了树下 可宋明希并没有出现 宋明希的信中说 第一次见到千牛的那天 正是自己男友去世的一周年 在和千牛约会的同时 还去见男友的母亲 因为自己始终不能忘记这一切 寒来暑往 一年又过去了 宋明希来到了树下 歇脚的一位老人告诉宋明希 这棵树被雷劈成了两半 但一个小伙子又重新种了一颗一模一样 宋明希知道那正是千牛 宋明希再一次见到了自己已故男友的母亲 母亲说要给宋明希介绍个男朋友 没想到来的却是千牛 是上天安排好的巧合吗 原来他正是千牛的姑姑 两个人再一次重逢 无需再说一句话 两个人的手就紧紧握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电影结束 张爱玲说过 忘记一个人最好的解药 就是时间和心欢 你们同意吗 你也有这样一位野蛮不讲理的女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想看更多有趣的电影解说 别忘了点关注 下期见吧